继昨天在脸书开酸总统太忙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针对外界质疑 中央是否有疫情资讯盖牌 不让双北知道 侯友宜表示他不清楚开会内容 这会议也没找他去 除了表示尊重之外 他说最重要的是他是新北市长 新北的事情一定是勇于承担 并且会全力以赴 终于不忍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在议会上 接受执询时一一细数 中央防疫工作漏洞百出 让人民陷于痛苦之中 从快筛PCR疫调 一直到确诊通报 每一件都拖延了民众就医的时间 新北市从4月11号就向中央喊话 尽快推动居家照护 5月1号也呼吁中央快筛就等于确诊 尽快颁布命令 一直到现在都已经过了一个月 才说快筛等于确诊 再来要说到总统找绿营 县市长来开疫情会议 独缺疫情最严峻的双北市 市长他说 总统实在是太忙碌了 所以新北市的大小行事 我们比较人双 比较实在 那也希望中央能听进第一线 所有作战指揮官 以及所有伙伴 还有了解时期的状况 快速解决问题 总统想找谁去开会 这是总统的权利 我多尊重 最重要 我自己是新北市的市长 新北市的事情 我有一定勇于承担 全力顾守住新北市民的健康 外传这一场总统蔡英文 在关底独漏双北市长的防疫会议 当时指挥中心内部 早已经评估疫情即将大规模爆发 而这也难怪 身为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说他会自立自强 在某天眶外角 全部找回त房 每一步的一步的智币 都可以重新北市长侯 能够双北市长 той 最后一步的智币 最后一步的智币